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火药上进行雕刻 本期保药人物徐丽萍从事的工作 就是这个场里最危险的岗位之一 火箭固体发动机要面整形 我们所雕刻的这个火药是一个很特殊的物质 里边还有一些固体的颗粒 实际上要修整到规定的形状和尺寸还是比较难的 我们这个修整的这个形状和尺寸的物质 相对这个燃烧室在飞行过程中的稳定性和精度 还是很有影响 如果说超差了 它有可能就打过了 也有可能就达不到那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关键的 这是一项迄今为止 无法用机器代替员工的世界性技术难题 其实在这个整形行业 绝对是一个大势级别的 绝对数一数二的 它一刀过去还需要切掉0.2 它就能切到0.2 一刀过去0.5毫米就能切到0.5毫米 而且平面度的话 它能用手一摸就知道哪面高多少 简直是它那技能让我们说 那就是灯风造极 魔火成青 自1987年入场以来 徐丽萍用30年的时间用心做这一件事 选择整形岗位就意味着与危险为伍 与死神作伴 由于火炸药异常敏感 一丁点磕碰 哪怕衣服擦出静电 都可能瞬间引起燃烧 甚至爆炸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高敏感的 易燃的一个物质 而且燃速非常快 那么操作员在一旦发生事故 逃逸的这种机会还是非常小的 曾经也是在这个行业里头 也出现过很多事故 就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岗位 也出现过事故 1989年 一台即将试车的发动机火药出现裂纹 为了不影响后续的研制进度 中家组决定成立突击队就地挖药 正要求药面整形师们整个人尊敬狭小的发动机药助力 一点一点地挖开田注好的火药 寻找问题部位 徐丽萍凭借精湛的技术 和突击队员们历经两个多月的艰难挖药 成功排除故障 但长时间在局促空间里接触火药 火药的毒性发动 使徐丽萍的双腿麻木无法行走 长达三个月 他那个腿就疼得就走不了路 各种办法都行 但是最后是双腿就基本上就不能 两条腿都不能动了一样 他爸爸妈妈就把他接回自己家里头 就在家里边也扎着针 也强迫在他走路 最后慢慢恢复 在家人的帮助下 身体康复后的徐丽萍 并没有选择退缩 而是立马回到岗位继续工作 随着国防建设需要 航天固体火箭发动机 使用的燃料含能量越来越高 怎样更好的改进刀具 提高整形效率 确保安全性 是徐丽萍一直思考研究的问题 2001年 徐丽萍同工种的一位同事 在一次操作过程中 操作刀具不小心碰到壳体 产生细微火花 瞬间燃烧的火药 令同事不幸牺牲 它是一个在机械操作的一个工 它那个刀就碰到壳子上 一下就把这个点烧了 点燃了以后呢 就是瞬间引起其他的这个 屋内其他产品的一个燃烧 所以我就不敢去想象 所以我就家里边的事情 我就很少人来操心过 我就怕 所以我很少跟他操过家 我就怕人家怕 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杜绝安全隐患 徐丽萍创新发明了三十多种 要面整形刀具 其中两种获得国家专利 一种还被单位命名为 丽萍刀 三十一年来 因其精湛技艺 敬业态度和奉献精神 徐丽萍先后被评为 和授予航天固体动力视野 五十年十大感动人物 三勤凯模 中华技能大奖 全国武艺劳动奖征 201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时代凯模等等活力 被赞誉为 雕刻火药的航天大工匠 实际上工匠精神很简单 我对工匠真的理解 就是请以求精 第二个是坚持 第三个就是要创新 我们不管干任何工作 我们都应该以最完美的心态 来对待着工作 尽管在工作上精益求精 但作为家中男主人的徐丽萍 却疏于打理家中事情 被粉尘附着熏黑的墙壁 被各种杂物无序堆放的空间 这个居住了十二年的房子 显得杂论无章 因为工作中需要长时间 保持一个姿势 使得附件器材 成了家中不可或缺的物件 同时为了保持高超精准的技艺 徐丽萍经常在餐桌上 进行手工练习 原本用来休息的家 也彻底让位于工作 本期秘密大改造 即将给这位最新于工作的 杰出工匠改善生活环境 究竟是哪位设计师来接受这次极限改造任务呢 同样出生于军工家庭的设计师宋威建 对航天人有着不一样的亲切感 在知晓本期节目的主人公是杰出工校徐丽萍之后 仰慕之情 异于烟表 这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在一个很平凡的危险的行业里面 这个能够做出一个不平凡的实际来 和徐丽萍一样 秉持着匠心精神 从事设计行业三十余年 前后获得全国有成就资深室内设计师 中国十家酒店设计师 两届连选中国室内设计 十大影响力任务 中国室内设计十大年度封面人物等奖项 本期秘密大改造 这位极具工匠精神 追求细节极致的设计师 将会为我们的这位大工匠 带来怎样的惊喜 接受任务后 宋威建随即召集团队 商讨该如何隐藏真实身份 接近徐丽萍 最终决定 宋威建以航天人物传记 撰稿人的身份 与徐丽萍进行接触 同时 导演组以拍摄花絮为说辞 全程跟拍 在单位工作人员的介绍下 宋威建顺利接触到徐丽萍 开始了为期一天的设计调查工作 这是你拿来的钥是吧 对 我拿了几块钥 咱们这 在哪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你们又远点 一进场 徐丽萍就用一次点火试验 让宋老师了解到 火药雕刻 所面临的危险有多大 开始了 很刺眼 对的 快吧 看过很多电视 电影 这种卫星 火箭发射 很壮观 这次是清零现场 看到这个燃烧 确实和我们平时看到的 这个柴火 烟火 是完全不一样 甚至还有残渣 对对 这要把 我们这安全要求 必须把这些 要把它掩埋掉 你看如果山里的话 它有那种有森林 山上不都有树 你要不埋的话 一小心 可能就 山火就有可能 新来的 我们必让它看 必须的 否则你光给它说 危险危险 怎么个危险 危险到什么 不知道 那一看以后 它马上就 噢 原来这么回事 不能来个外衣的 绝对不敢来玩 一定要真的是 时刻休息 是 上完入场的第一课后 设计师以军工家庭 为话题 尝试打开 徐丽萍的画匣子 打探徐丽萍 工作之余的生活习惯 那你在工作之余 怎么打发一下呢 工作之余 一直很紧张的 回家还是要放松的 家里离这里远吗 很近 我们小区 基本上就是在 围着这个厂区周围 这样的 为了进一步了解 徐丽萍的工作性质 设计师跟着徐丽萍 进入厂房 由于固体发动机 要面整形的危险性 工作时 每个车间的人数 最多不过两人 进入厂房之前 需要经过一系列的 除静电防护 我们操作的就是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 因为它这个 就是工艺要求的原因 它这个尺寸 是不符合要求 我们就需要按照尺寸 就图纸的要求 来把它进行一个修掌 这是用静导 非常锋利的一种打击 然后就想进行一个气息 通过了解 宋维健发现 徐丽萍在工作中 需要长时间保持 肩膀向一边倾斜的姿势 对他的脊柱健康 十分不利 整形作业时 需要精神高度其中 长时间注视 对视力有一定损害 同时 长期与带有刺激性 和毒性的火药接触 对身体健康也有影响 了解完徐丽萍的工作 得知徐丽萍家 有定期聚餐的习惯 而今天 恰巧是徐丽萍母亲的生日 设计师借机 到徐丽萍家中做客 希望能更多地了解 徐丽萍的生活细节 与爱好习惯 这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是08年吧 好像是08年 10年 对对对 装修比较简单 墙都熏黑了 有暖气的这种习惯 是的 这个问题还蛮严重 虚然以后 这个对流气 使得这个墙上都发黑 空气当中 这个污染的力 那转一下 转一下 这个我看人家不要乱 趁着家里准备聚餐的空档 设计师趁机打探 房屋的每一个细节 一点点搜集重要信息 这是餐厅 只要平常我们家里 这些人少 我就都不当餐桌 自己的这个 那人都有这么 移一下吧 这个房移 我这都移开 有个健身器材 这是你的吧 对 原来干活的时候 老是不舒服 拉一拉 我们家厨房大 我们这个味道 它就是四川的味道 还有辣的那种 对 我们家是甜辣 四川的味道 这是舒服房 比较乱 因为我现在东西比较多 前一家也是刚刚开会 回来没收拾 这两边就是卧室的 这是我自己的房子 比较简单 对 我这个床垫是才换的 换一个很厚的床垫 原来就这个中垫 就这么高一点点了 为什么换呢 我这 干活身体不太舒服 碎那个硬板装不行 中垫装度不行 就是碎的浑身躺 家里边亲戚来的话 怎么做 亲戚来我就是这样啊 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些床垫都保住 刚才树房还有一个 就是他来了以后 我们稍微 一放到地上 他就是一个床 就能对付 就这样 我儿子就乱了 我儿子这个特别乱 这都是他自己上大学以后 这东西搬过来 就放到这儿了 都是书啊什么 过期的吉他 也没有人 没什么 原来 原来我的 后来忙了以后 我就不弹了 因为刚开始 的时候一上班 这边我们这个 实际上已经闲置了 这也是个大卧室 卧室 不不 卫生间 卧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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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住室间 我们那有个小卫生间 洗澡啊什么 凉台也是只有一个 这个都坏了 坏了 坏了我也懒得羞了 这个 尤其孩子出去以后 就更加懒了 不管他了 时间就不管了 就这样了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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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去一下 那咱们就来吧 喝一杯 好 好 好 这是你非常开心 哎呀 谢谢 我老侠 我真的是老侠 我们不仅仅是老侠 我们还有军工的情绪 好好好 我的准备都是军工 对对对 超级情绪 还是当兵的感情 好 好的 好 再见 第二天趁着徐丽萍上班 宋威健带着助理 再次来到了徐丽萍家 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目的后 设计师宋威健 在徐丽萍妻子的带领下 再次对房屋的现状 进行详细的了解 地上放的这一堆 都是他这一回 开人大会的 东西 资料回来 扛了两大箱子呀 为解决徐丽萍家收纳问题 设计师宋威健 额外在梁房中增加了一项工作 清点物件 并盯处助理 必须将徐丽萍家的物件 进行精确统计 以便于收纳设计 所以徐老师家里面的是 就是所有的 它被褥啊 裤子衣服 全都是收在一起的 其实我们到最后 我们是想说把它 就是按类别来分放 我们做设计 这一件发现 徐家房子的很多问题 整个房屋收纳空间极缺 家中随处可见堆积的杂物 功能分区不合理 健身器材挤占了一半的餐厅空间 而且餐桌上堆满各种书籍 平时只能在茶几上吃饭 这对于时常举办家庭聚会的 徐家人来说极其不便 两个卧室杂物堆积 书房工作台狭小 徐丽萍平时在家中办公 木雕只能在餐桌上进行 阳台晾晒衣物不方便 洗手间变成晾衣间 粉尘PM2.5指数超标 屋内空气污染严重 墙壁被暖气熏黑 同时家中现有沙发椅子等 从功能线和舒适性上 完全不利于患有脊柱炎的徐丽萍 基于徐丽萍的职业特性 以及身体状况 宋威健决定以环境改造 作为切入点进行设计 做了一个自然环境 就是在小的区域里面 能够做一些有室外感觉的氛围 不仅仅是回到家 它是回到了自然 设计方向确定了 该如何实现呢 从未见第一时间召集团队 进行设计方案的探讨 经过彻夜的加班加点 徐丽萍家的设计方案顺利完成 改造整体方案如下 拆除客厅与餐厅的小隔断 以及客厅与阳台的门洞 将客厅与阳台改为一侧隔断 改善客厅采光 将刺猬空间一分为二 设计成卫生间和储物间 在主卧中隔断出步入式储夷间 强化收纳 改造方案新鲜出炉的同时 徐丽萍接到新的工作任务 诶 主部长 诶 主部长 诶 主长 诶 刚刚那个 接到这个社务的电话 通知了 嗯 大概你去到北京去 那就是社务的电话 跟他代表 所以你去训训 哦 好的 好的 接到通知 徐丽萍需要前往北京 参加维继半个月的培训班 时间不等人 趁着徐丽萍刚出差 设计师立马邀请徐丽萍的家人 施工方 产品方 一起召开四方会议 讨论即将进行的 14天极限改造方案 如果我们接下来 有航天人的精神 就是没有后悔要 如果我们有这种态度 我们这个项目会做得很快 也很好 秉承着对这位大工匠的敬意 宋威健要求施工方 产品方 以航天人的匠心精神 共同完成本次秘密大改造 随后 宋威健介绍了徐家的设计方案 并对改造所需的产品 进行挑选确认 所有的材料都给我拿正数的 这到底刷了什么 单位盖上 像螺服工 你们设想的时候主人是谁 是穿着这个大礼服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 那时候我给主人做成这个样子 很麻烦 这种东西拿都没有拿出来 上面的颜色是这样 这什么 手边的 不要 你一听到美后我就不想用 对吧 它弄得金的 你看到 缝还有什么好的 用金的 这个难度高 我撒得那么高的 我给它考验好 要体现工教你 这个 太棒了 有没有笔 我签字 签字 去签字 由于设计师对施工 以及装修材料的苛求 整个四方会议持续了八个小时 经过与各方详细沟通 最终确定了徐家的改造方案 四方会议结束后 14天的极限改造正式开始 清理 打包 搬家工作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正当所有物品打包完毕 在北京出差的徐丽萍 给妻子打来了电话 喂 你是确定你中午那个十二点要回来 星期六 徐丽萍告知妻子 自己临时决定第二天 回西安与家人共度周末 改造才刚刚开始 榜样人物却要回家 如何才能守住秘密 顺利完成改造任务 面对突发状况 徐丽萍的妻子心急如焚 只好找设计师宋威健商量对策 这个是过乱的 现在商量商量 突然想去北京的 没去过 最后商议决定 由徐丽萍妻子赴北京 陪徐丽萍共度周末 阻拦她返回西安 为改造争取时间 虚惊一场 秘密大改造得以继续 搬完家的当天 就开始了墙面拆除工作 才解决徐丽萍要临时回家的事情 现场有突发状况 楼下邻居与施工人员反映 自家书房的天花板出现了漏水分体 经过现场勘察发现 由于徐丽萍居住的家属楼是老建筑 地面为预制板结构 水电拆改中 一旦地面有积水 水就会通过预制板之间的缝隙 渗漏到楼下 这种情况在老楼装修中经常会遇到 行了 赶紧先把它炒一下 紧急处理好漏水分体 墙面拆除工作继续进行 在墙体拆除过程中发现 房屋所有的墙面均为30厘米厚的 中混钢筋墙体 拆除工作量比预计要大很多 所以这个预计估计前期可能比预计 我现在才从业推出了有三天 相对于装修现场的热火朝天 远在北京对改造毫不知情的徐丽萍 工作之余享受起难得的休闲时光 拆墙工作仍在缓慢进行 然而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楼下邻居的书房漏水问题才解决 其他房间又相继出现了天花板墙面跌风 施工人员只好再次下楼查看 拆暖气片的时候 不是里面还有纯水吗 滴到地面以后可能有点渗漏 没想到的 对 你走又空洞 你房子做的 今天要找最好的时间 这个房子也没做 力求细节完美的送备舰 要求施工精度控制在毫里之间 哪怕是水电改造中 出现的细微合理偏差 也要推导重来 这对原本就争分夺秒的施工方来说 无疑是雪上的加霜 徐丽萍接到单位的紧急任务 需要马上回到岗位 以至于她不得不终止培训 此刻徐丽萍正在机场回家的路上 节目组紧急联系了徐丽萍妻子 希望她和设法阻拦徐丽萍返回家中 现在看这个梁洋老师什么样 能不能把我们的猪肉 她留住 让她过来 我最近是把家里边搞得有点乱 所以说不想让你回家 你咋办 乱了也得回家 乱了也得回 这话啥意思啊 我都不知道该跟你咋说 啥意思啊 回再说 那就回去再说吧 我往回走的时候 然后我媳妇跟我说 什么家里乱就不用回了 就很奇怪 喂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这个中央电视台 秘密大改造的一个设计师 我来帮你们家里面 做一次改造设计 现在刚开始 给我们家做改造是什么意思 然后宋老师出现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 她是一个设计师 我以为她还是上考人 是不是还有一些 什么要统统的 他没明白 你是一个英雄人物啊 我们整体来 把它重新做一下 就两礼拜时间 就能见分上 特别感谢你们 之前我也是很配合 做这个各种拍摄 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 后面是这种情况 刚刚这么多东西 其实还是有配有配 由于本期榜样人物 职业的特殊性 无法长时间离开咖啡 节目组只能选择 开放式保密 设计师与徐丽萍再三强调 在改造期间不能返家 希望能待改造完成后 给徐丽萍呈现一个 完美的新家 我觉得我一块石头落地了 在之前 我是吃不下 睡不好 他这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我感觉他就是比较累 我说你这整个头发都白完了 其实有点 把他还是折腾了 从厨房看一下吧 我看这个位置留了一排插座 这个高度是正常的 将来淋浴在这边全上 对对这个可以 这边是作变的一个电源 跟一个水路 这个可以 然后它这个工艺里做得很对 很标准 一般情况都会在这边 都会有两个管卡 不会走一个 就是说单独的一个管卡出来 满足宋威建对水电工程 精益求精的改造要求后 施工方细事检验了每一处 现场终于顺利完成水电验收 做水电验收 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的 第一点就是 我们要拿到房子的这个图纸 看所有图纸上的点位 在现场有没有做到位 第二点 如果说所有的点位做到位的话 它是否符合人性化的标准 这个水管还有电管 走的是否是横平竖直的 这一点是需要注意验收的 再一个就是水路的验收 水路冷热水之间的间距 要达到15公分 再一个就是说 我们正常的这个标准 都是左热又冷 符合我们正常 那个人性的一个 就是说使用 回到西安后的徐丽萍 住进了岳父母家 导演组担心她在房屋 改造完成前偷偷回家 对她每天上下班 进行跟拍 然而一头扎进工作里的徐丽萍 好像忘记了家中改造 这么一回事 专注在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里 稍微 明天这种啥都 单写的 其他没查入 为了解决空气污染 以及灰尘附着 所引起墙壁熏黑的问题 设计师为徐家 设计了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安装新风系统 不开窗也能享受 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能有效防尘 清除有害气体 墙面选择硅枣泥土量 不仅环保 而且有较好的吸附性 能够调节空气湿度 除了本职工作 徐丽萍作为十九大精神 百姓宣讲团的议员 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宣讲活动 我叫徐丽萍 是来自航天的一个工人 航天是不是大家觉得 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 我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每天看天气 十四天期限在即 暖气 日益 地板 家电 才刚刚逐步安装倒飞 为了保证接下来的改造进度 能够顺利进行 设计师宋威健 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软装采购 这两个 OK就这个 床品 摆设 灯饰 顺利完成采购 宋威健决定亲自上阵 为徐丽萍送上一份礼物 我接到这个任务 我就觉得 对于英雄在做好事 目的是要鼓舞 我们的一种向上的精神 匠人之心 就是鼓舞人气的 一种工作态度 所以我特别在家里面画了鼓 我还买了鼓 我还去参观了鼓 结束了一周紧张忙碌的工作 徐丽萍组织起了班组聚餐 趁着周末好好放松一下 把灯都开了 这个都不要关了 一直开 过了一天时间 把问题要暴露出来 明天还能修 这里面都是灰 你看 那个 我的 这个 这个砖墙要吸尘器吸一遍 那个灯水装的 再带过来 好 倒下来 让它倒下来 倒下来 干净点心 再给我过来 发现问题 分秒必争 经过紧张的细节调整 最终在送微剑的带领下 大家共同努力 问题被一一解决 好 软装开始清偿 细致入微的送微剑 开始对房屋的每个细节 进行最后的检查 隐瞒了17天的匠金改造 终于就要揭晓了 他们会喜欢这份礼物吗 设计师决定联系徐丽萍 让他们自己来揭晓答案 今天 我们可以向你交作业了 好 房子 好了 太麻烦你们了 太麻烦了 不麻烦了 你过来一趟吧 好的 等你 慢慢过来 好的 好的 一会儿见 应该说我的心情 还是比较 还是有一定激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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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